在今天 東北季風比較偏強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到 溫度狀況來說 在白天的時候 中部以北都是一個偏涼的狀況 來看看今天幾個之最 第一個 最涼的地方在宜蘭 今天清晨的溫度只有20.3度 溫度狀況來說在清晨是涼的 但白天的溫度北部也上不去 像台北今天中午的高溫 只有在24度 但今天晚上的東北風依然偏強 所以夜晚的溫度還是只有在20度 所以早出晚歸 你騎車要保暖 別感冒了 但風力的部分會因為強的東北風 從這東部的沿海逐漸往南吹下去 藍雨的陣風在今天 就已經有吹到10級的陣風了 但南部地區中午陽光照射之下暖和 尤其台南的溫度 在今天中午還是有達到33.1度 南來北往 溫差可有9度之多 往北走的朋友 記得要加一件駁的外套 我們再來就看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先注意到 北方的高壓系統在東移當中 冷空氣通過暖的陽面 有薄薄的一些雲接的現象也開始出現 這也就代表說 北方下來的冷空氣是一個比較偏強的狀況 因為冷空氣強 加上這個桃園以北一直到宜蘭地區 這邊的雲層量 因為在淫風面的關係都比較偏多 陽光沒辦法照射到地面 所以在白天的高溫的部分 北部地區也只有24度 南部地區都有陽光 所以中午在33度 明天這個高壓系統將要逐漸的進入到渤海 所以在今晚仍然偏涼 明天晚上冷空氣會略減弱 可是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在我們東方這個低壓 它已經跑到了呂松島 之後通過進入南海 會有水氣上來 再加上北方高壓 帶些微弱的東北風 所以禮拜五以後 北部東部短暫雨的狀況會增多些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中部以北偏涼 白天的高溫 南部是暖 北部的狀況會比今天 溫度上升3度左右 外島地區在早晚的溫度形態說 馬祖金門都是偏涼的 小丁丁給您個提醒 特別注意 夜晚騎車一定要注意保暖 還有海邊的浪大 海邊活動的朋友要小心